琼斯杯女篮賽登場 中華籃隊29號對戰日本隊 這也是混血中鋒包協樂 反台後首場正式比賽 這場比賽包協樂貢獻10個籃板 為中華隊進仗13分 但初登場的她表示太興奮了 後來才放開身手打出水準 其實我今天是很高興 我excitement是怎麼講的 很興奮 很興奮 有點太興奮了 所以我剛剛拿到球的時候 有點做太多事情 滿場球迷力挺 讓包協樂非常感動 雖然中華籃隊 最後以59比69不敵日本隊 但近年來少見滿場的球迷 仍大聲地為中華隊歡呼加油 我知道來這裡是 就是想要幫助這個球隊 所以如果沒辦法進分的話 就是要防守打得比較好 所以我自己在打的時候 我會一直想 我怎麼可以幫這個球隊 總教練修理表示 包含師大命歸隊的球員 所有人才一起練習九天而已 輸給日本反而讓球隊學習更多 而包協樂的加入也讓中華隊陣容 煥然一心 我們會更好 我們只需要繼續戰鬥 繼續努力 繼續做得更好 除了包協樂之外 今年中華藍白隊好手如雲 旅外球員潘茲瑩 彭詩琴也都反台向力 讓今年窮斯杯賽事更加精彩可齐 中央社記者張欣偉台北報導 謝謝錩主任 謝謝